《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國情講情》 話說拉登就歸了天 給美國的特總部隊40分鐘之內即時就地正發 這件事除了震驚全世界之外 特別是對巴基斯坦的人士覺得很奇怪 為何美軍未問過批准就這樣過去了 當然拉登之死就令到伊斯蘭世界都兩極化 相對來說一極當然是捧拉登組織人 另外一邊比較愛好和平的 可能是比較主流的 希望拉登沒有拉登之後希望是一個新的開始 可以繼續締造和其他不同種族和宗教的團結和共用 聽說這件事也很有吸引力 有些媒體說是比英國王子大分的觀眾更多 兩倍 兩倍 兩個開 這當然是大事 所以很多人都說是反恐的里程碑 當然我不是這麼同意 我認為反恐的里程碑其實就是末里花革命 你想想 如果真真正正西方社會是支持人家的末里花革命 那些中東地區 北非地區的貧窮青年 大家都希望自力爭取民主 雖然經濟困難 起碼他一定不會去參加聖戰做聖戰的感死隊 我們非常理想地說 西方社會將反恐的資源去經濟援助別人 我相信對於消除文明衝突 造成大家的文明和諧相處大有貢獻 這才是真真正正的里程碑 但是美國人又不可以支持中東地區的民主運動 反為大肆宣揚 你看到其實略有些難看 你看到整個奧巴馬政府 都盡量利用這個事件的宣傳價值 提升奧巴馬的民望 這略難看些 反恐其實是意識形態之爭 打球繩的 打死了你 再贏了回合 贏了一場比賽 不是 你始終贏得到人心 你贏到人心 證明你是很正義 你才能夠消利恐怖主義 否則這次情報也好 我的特種部隊也能打 於是我打死了你 大家都知道你立刻要國內外提高警惕 怕死人打你 因為反恐其實這次拉登一役 其實都頗雙面人 一方面是可以將奧巴馬的民望推高 但另一方面就會受到非西方世界 或者可能是自己西方世界裏面 對於奧巴馬政府 又或者可能是整個行動的質疑 看到除了是因為大家見不到C 見不到DNA 用海藏這些繁文俗節外 另外就是所謂的美國價值的問題 你未經審訊未經審判之下去 就這樣搞定一個恐怖分子的頭目 令到他沒有什麼字眼可以說出來 從時間也有傳 所以拉登是在他十二歲的女兒看著之下 就這樣被人就地政法 當時去伊拉克的時候 抓這個撒旦母后蔡恩 都叫做有得審問 審問完之後才指下調頸 但是拉登這次 真的不是很合乎所謂的普世價值 所以其實現在是開始有這個雙面人存在 所以其實奧巴馬政府也要面對這個問題 是的 而且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的人 很多都是西方國家 特別是歐洲的一批 當然美國人是少提的 那種怨氣 屈結 十年的屈結 你看到他們立刻提到小布殊的時候 小布殊的口號說我們要抓他 Bad or Alive 真是很有細部片的氣氛 說來說去就是很傳統的美國人觀念 誰搞我殺死我們美國人的 我們一定不會被他逍遙法外 其實主要都是這種心態 你看看我們不惜公本 總之要將他撲發 打死他 讓你們以後不要隨便殺我們美國人 其實這跟世界上多數國家的警察一樣 任何匪徒殺警察 警隊一定會全力緝空 其實大家看很多警匪片 西方的警匪片都會說 一般他都不敢殺警察 因為如果殺死警察 整個警隊真的不會放手 一方面當然是維持警隊的士氣 另一方面亦起一種阻嚇的作用 你看看如果你殺警 後果很大 但問題是你現在不是對著普通的匪徒 你是對著那些從事聖戰的敢死隊 人家是敢殺警隊 那你說甚麼都無用 你說你死去追他 他將他承之於法 他真的不怕 他死也不怕 他走過來抱著你死 你這一類的阻嚇作用 真是很有限 反過來 你經常說自己是西方文明國家 又是法治 又說法治 又說程序 你現在真的完全沒有遵守程序 從比較高層次說 你應該希望是一場審訊 把恐怖主義的流毒拿出來 讓全世界看到 知道恐怖主義是多不對 是多不尊重人的基本價值 你應該有個討論去消利這種恐怖主義 反正老實說 你打伊拉克 還有很多國家反對 但你去打擊恐怖主義 其實沒有甚麼人反對 在文明社會 為甚麼你不敢做 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基本人權的問題 拉登當然是恐怖分子 大家都相信 他有個十二歲的女兒 一般我們以前的古老的營發 我們古代的營發 中國人古老的成果 都說 你不能夠罪及妻老 你拉登多不好也好 你打死了他 他十二歲的女兒 如果他沒有做過甚麼恐怖主義活動 他是一個堂堂正職公民 你不可以捉住人 老實說你憑甚麼去捉住人 憑甚麼去扣留人 去問別人的事 他父親都死了 他有一個小女兒 他沒有參與這些活動 除非你證明他有參與這些活動 為甚麼你不立刻放人 交給他的親戚 讓他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你這些全部都說不通 所以正如你所說 現在美國人不是怎樣說 但歐洲已經有人提出這些問題 很明顯你是打死了拉登 但你沒有甚麼佔到道德高地 你在反恐道義方面 是得不到宣揚 反而是被人有很多質疑 尤其是現在去到這個時間 伊斯蘭世界也好 或者是歐洲活躍的一些 伊斯蘭可能比較愛和平的人 也覺得這樣去殺害 未經審訊才殺害 其實是一件不道德 也不是所說很公義的事 在這個回教社會 更加強烈的反彈 不算宗教狂熱那種聖戰的時候 也覺得其實是一個西方的基督宗派 那種主義是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威脅 亦都令到這個衝突面 在西方社會更加明顯 例如海藏在伊斯蘭教徒眼中 都起碼覺得你沒有尊重伊斯蘭教的傳統 事實上有很多愛好和平 絕對不支持恐怖主義的伊斯蘭教徒 他都有很多怨氣 其中包括如果他去了美國和歐洲 經過一些機場都經常受你歧視 經常被你捉住手輪身 老實說我都聽見很多伊斯蘭教徒都很投訴 譬如馬來西亞我們見到一些朋友 我們以後都不去美國了 美國都會受到這些很屈辱性的對待 我不去 其實都有這一類的氣 現在你都見到你這樣殺拉登法 又捉住別人的老婆子女 然後又把他的屍體劈了下海 他覺得你真的對他的宗教文化沒有什麼尊重 所以其實究竟拉登就這樣死了 會不會是世界和平的降臨呢 其實在這個時間打過問號 算不算 你剛才說你第一樣短期就已經一定不會立即有和平 第一你又怕很多拉登的支持者會進行報復行動 你看到美國在國內外都提高警惕 第二你也怕其他各國的恐怖組織 可能要爭出位爭表現爭成績 去繼承拉登要威威 你亦都增加他去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誘因 就是從短期來說 你肯定不會見到更加和平 你肯定不會反恐的經費可以大幅削減 反而可能真的還要增加一點 如果你不幸運 我絕對不是希望見到 而是還有一兩宗大規模的恐怖主義活動 有相當多的死傷 其實你都頗尷尬 那邊又說大快人心 打死了拉登 那邊又有這些不幸的事件 所以究竟拉登就這樣掛老襯 其實同時間會衍生一件事 就是剛才教授所說 一個瓦蓋達的爭奪戰 權力爭奪戰 可能大家都知道 其實阿蓋達是一個比較由下而上的組織 其實是一個比較像網絡性的分支 多於一個很中央集權 那種很組織性的那種 那麼變成 如果沒有了一個精神領袖 或者網絡領袖的時間 每一個分支都會在盤算和盤穿 究竟如何可以繼續維持自己的地區 或者它這個族群的影響力 那真是不排除已經開始有分支說 首先倫敦去襲擊 或者西班牙襲擊核電廠 十周年整個十周年紀念襲擊 還有一些阿蓋達的伊拉克 倫敦奧運 伊拉克的分支 全部已經在說 真的不行 尤其是我們要剿滅一個回教社會的叛徒 巴基斯坦 其實現在巴基斯坦才是最害怕的那個 我相信除了美國之外 你看到英國也好 明年倫敦奧運的保安開支 我想都要大幅增加 巴基斯坦當然是一個很尷尬的景地 首先從巴基斯坦人的角度來說 對政府有些批評 第一就是美國經常濫殺無辜 因為他經常找那些無人駕駛飛機 來射兩個炸彈下來 有時情報不准 就炸錯不少平民 當然更加不要說主權問題 你喜歡進來就進來 你根本美國飛機喜歡進來就進來 當然他現在有些傳言 舊時小布殊總統 和舊時軍人獨裁總統 就簽罪約 穆沙拉夫也有物約 但講來講去都是 從一個普通國民的角度來看 我們國家毫無主權可言 即是美國不喜歡 喜歡就進來 喜歡就派飛機射幾個飛彈下來 甚至有時無人飛機射幾個飛彈下來 射不中 或者射得不准 或者情報不准 我們平民又有所死傷 即是你怎樣對得到普通的人 即是你反恐 所以究竟拉登之死 是否令這個世界更加和平 更加安全 上代討論 休息回來我們再談一下 這個拉登之死 和周邊鄰國國家 或者對於國際局勢的關係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回到第二節的國情講程 上一節就講到拉登之死 對於國際的安全和和平有幾大的影響 就不得而知 不過一件事可以知道 就是美國的總統奧巴馬 民望即時上升11個百分點 真的好像打針一樣 突然間飆升到56 原本不合格 變成很合格 你見到美國人那種英雄主義的色彩 和報仇的心態 真是很強 大家看電視的畫面 你見到很多年輕人都跑出去 拿著節旗 有些好像贏了世界盃 就是這樣的意味 你會看到西班牙贏了世界盃 阿根廷贏了世界盃 就會是這樣 他們真的有這樣的意味 似乎美國現在很壞 因為受反恐戰爭影響 經濟又不太好 國際金融海嘯對美國經濟打擊 現在又不是全面復甦 我看新聞周刊 有很多雜誌都會說 證明我們是唯一超級大國 證明我們是國力 在美國人的角度 的確會覺得自信心大為加強 當然奧巴馬連選連任被看好 反恐會不會有成績 都是其次 其實我個人來說 就是撇開這件事 最重要是看經濟是否復甦 其實另一個因素 對他很有利 就是共和黨越走越偏激 越走越右 這個對選總統是很無理 大家都知道選總統要贏得多數選票 任何移得很左 或者移得很右的候選人 都很難贏總統選舉 現在你看到共和黨就是這樣 移得太右 所以在這樣來說 對他威脅小很多 之前在奧巴馬上台之後 當民望下跌的時候 共和黨總是會將他的承諾 和他的血統扯上關係 一時又說他 你這一刻黑人 是不是跟伊斯蘭人 有暗中交結 以及你也在選舉承諾過 盡快解決阿富汗和反恐戰的問題 當第一期的任期快完結的時候 共和黨開始提出種種質疑 想著招架不住的時候 突然間一鋪過就搞定了拉登 所有這些所謂的 深共和黨的人 其實就沒有聲音出 一鋪過就打倒了 當然對未來的選舉 就相對有幫助 但是現在另外一件事都很載決的 現在共和黨就在搞定了 如果你搞定了拉登的時候 其實你撤軍的時間表 都可以加快或提前 相信未來的一段時間 撤軍也是一個相當赤手可熱的問題 是的 首先奧巴馬上任之後 他堅持在2009年年底 都開始從伊拉克撤軍 主要都是交出成績單 更加重要的是他有點冒險 在2009年他在阿富汗增兵3萬多人 當然他的意思就是 共和黨政府搞不好 所以我們要爭兵 維持阿富汗的局勢 但是現在如果爭兵之後 現在又打死了拉登 又可以按他原先提出的計劃 在今年7月撤軍 真是挺有利的 你看我挺有戰略的高瞻遠足 我知道那裡不行 爭兵 打死拉登 如期撤軍 好過你共和黨政府拖這麼久 毫無成績 對他來說真的可以說是正職 這是對他有利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撤軍可以減少和其他盟國的磨擦 你撤人又撤人 大家沒有那麼多爭執 亦都希望減少軍費 希望對赤字也有少少幫助 因為打場仗都很貴 是的 在撤軍這個時間表 比較熱之外 另外一塊牌 就是美國真的要想的 就是巴基斯坦的問題 即是今次的行動裏面 美軍完全是沒有事先知會巴基斯坦 打算自己一個單挑 走進去行動 令到巴基斯坦那方面十分不滿 美國現在奧巴馬接受傳媒訪問的時間 亦都說了要求巴基斯坦撤查情報網絡 有沒有跟這個各大組織有亂 因為沒有理由藏身於巴基斯坦大宅六年的時間 但竟然巴基斯坦都沒有正式地通報採取行動 反而只有美國的傳媒 即是一個記者可能在討論上 他在上面很灰諧地說 我在CIA的朋友知道 拉登就住在巴基斯坦的大宅裏面 這個對於美國來說 或者對於現在民主黨政府來說 這個都頗烫手三戶的問題 因為他對巴基斯坦 今次之後其實大家互信的基礎是沒有的 當時他其實選擇 其實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兩者取其輕 他選擇了就是 怎樣也要幫助巴基斯坦 維持阿富汗的戰線 但是好了 現在沒有了之後 其實巴基斯坦都 預算都會被美國丟棄 其實差不多 巴基斯坦的處境很困難 因為首先就是 因為第一就是 美國就是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權 不理睬他 又沒有通知他 所以他唯一的解釋當然就是 我不相信他 他們的情報機構 他的情報機構叫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即是三軍情報機構 一直被相信 是有很多很激進的 伊斯蘭教主義者 因為過去 其實過去就是巴基斯坦 拉登 和阿富汗那些暴落 和美國 就齊齊打蘇聯 即是他佔領了阿富汗那時 以前就是這樣 但是那時候 大家 巴基斯坦軍方 和這些基地組織 和這些暴落所建立的聯繫 就未曾說 斬燈切鐵斷了 巴基斯坦軍方 很多所謂Pastun 這些暴落的人 就和阿富汗那些人 亦都因為有血緣的關係 就不會像美國那樣 說不要人就不要人 即是他們還有很緊密的聯絡 所以美國在這樣的環境下 就更加乘機賴別人 正如你所說 互信基礎沒有了 但是始終就是 好了 巴基斯坦的經濟 跟印度比就沒有得比 印度這幾年 因為經濟很多 好像中國那樣 巴基斯坦經濟很不行 他很依靠美國的軍援 驚援 現在美國的民意如此 真是很難繼續付錢 如果沒有美國那份錢 巴基斯坦的政權也好 國家經濟也好 真是會很困難 另外一個困難是在於美國 根據今次撤軍 或者減少軍費的時間 一定要放棄巴基斯坦 還有要增加對印度的駐馬 印度對於美國來說 軍事和經濟價值 遠遠高過巴基斯坦很多 大家都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恩怨 不用說了 但是印度這個位置 對於他的經濟的增長 亦都可以挾持著美國最大的經濟 伙伴也好 敵人也好 中國 所以他用印度來制衡中國的時間 他少不免 他怎樣也要放棄了 對巴基斯坦的支持程度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叫印度怎樣 全心全意地幫你做這個 幫印度一把去做事 其實巴基斯坦對美國已經有很大的批評 因為很明顯就是美國和印度 簽署這個和平使用核子技術的條約 在巴基斯坦來說 當然是說 你會不會幫他發展核武器 因為這些技術流去美國 而且軍火方面 又願意不但賣軍火給印度 和他有很多武器製造合作 巴基斯坦都很不服氣 如果你再加上削減他的援助 巴基斯坦就沒有得選擇 你一定會更加倒向中國 當然中國在這樣的環境下 都要剷剷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整個國家散了的時候 對地區的穩定也有很大的打擊 如果你說中國因為考慮到制衡印度 維持自己傳統上最重要的一個 盟友也好 鄰國也好 加強對巴基斯坦的援助 有一點去到冷戰的時期 局勢 中國支持巴基斯坦去制衡印度 去反美 制衡美國在整個中亞地區的勢力 美國全力支持印度 削減對巴基斯坦的支持 同時中國外交部或國務院 經常都說自己都是恐怖主義之下的受害者 尤其是在疆毒的一群分子裡面 疆瑜外交部發言人經常都說 我們中國的疆毒分子 去了瓦蓋達的陣營那裡接受訓練 所以之前新疆劫機的事件出現 中國稱自己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 可能這個牌也是令到中國有一個理由去碰巴基斯坦的援助 但是很搞笑的就是拉登永遠都是說中國電不得 所以中國未來的時間怎樣去幫助巴基斯坦呢 亦都幫助的程度去多少呢 相信都影響區內局勢十分深遠 當然中國在阿富汗也有很大的投資 尤其是現在石油、礦產等等 節目完結之前又要說一件事 當美國反恐的戰事可以去到一個階段性的減少的時候 有陰謀論或者有些分析說他多了精靈去看中國 理論上是的 因為第一就是在小布殊時期大家都知道 因為反恐 既然反恐 你又要拉著中國一起反恐 就不會太過對付中國 而且反恐跟著就是打伊拉克、打阿富汗 跟著又有北韓的問題、伊朗的問題 搞到焦頭爛爛哪裏有什麼精力去對付中國 但奧巴馬政府似乎有些不同 就真的清楚打響旗號要重返亞洲 我們看到去年的確很支持日本 在釣魚台的糾紛 很支持南韓 因為南北韓局勢很緊張 3月的天安艦事件 11月就是北韓又不生聲 又開炮打人家的延平島 搞到美國在這些方面都得分 爭取日本和南韓又得分 然後在南中國海那裏 爭取越南、印尼這些國家又得分 即使沒有拉登事件 奧巴馬政府的大張旗鼓 重返亞洲都吸引到這些國家 因為對中國的恐懼、不滿 是比較向美國傾斜的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都要看一看 後拉登時代的中美和亞洲的外交角力 都蠻好看的 今集的《國情講情》到這裏 下一集再見 是否陪伴家 那裏 ur的 潘 Ż 不 跟 這裏 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